各位观众 心事的心病台 我们很感谢今天请到 精神科的专科医生 周乐宜医生 多谢你 我们今天很希望 能够给予精神科的专科测试 周乐宜医生 我们怎样开始 这题目是最流行 要多了解 属于情绪病其中一件事 就是抑鬱症 抑鬱症 我经常听到 很多人说自杀 跳了 有抑鬱症 报纸经常见到 这是什么病 抑鬱症是一种情绪病 基本上有很多病症 如果有很多病症 亦持续一段时间 影响了工作或社交关系 就是一种病 不同 或者普通人不开心 遇到挫折 完全不同 抑鬱是我不开心 而不开心到影响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这就跌入患病的情况 真的要找专科医生 看看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有什么病症 病症包括了情绪抑鬱 以及对很多事 没有心机 没有兴趣 失眠 吃不到东西 或者有些自杀的念头 觉得自己很没用 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举期不定 周医生刚才所说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举个例子 我想看严重性的分别 我发觉最近很不高兴 失戀 自然就躲在家 朋友让我去街道 我又说我不想出街道 失戀 也很普遍 我怎样才会计定 为第一名患了抑鬱症 以医生的角度 可以看你有多严重 最重要的病症 就是抑鬱 以及對自己很多事情 沒有心機 對周圍的事物 是沒有興趣的 以及要持續一段時間 起碼兩個星期 天天都很多時間 要是這樣 以及除了這兩個病徵之外 還要加上很多的病徵 加上影響工作 以及社交關係 我們才會診斷它為抑鬱症 如果這樣 小小的不開心 壓力通常不會是一種病 因為正常也有不開心 或遇到壓力時 也會有情緒反應 聽了周來醫生說 我們也要多關心身邊朋友 如果有同事上班時悶悶不落 幾個星期 我都知道他失戀了 但失戀到程度 發生偶鬥 叫他做事 他都失勻 他真的在影響工作 或是做不到工作 甚至下班也會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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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叫他星期五去 Happy Hour 他一定去 不會脫胎 這次幾個星期都沒有來 這些事我們都要留意一下 我想是一個關心了解 關心了解她最近睡得怎樣 不如我們一齊出去喝一杯和她聊天 我想這個了解多些 例如說回她的壓力源頭 是否失戀困擾也很重要 或者我們也想想一些很不開心的問題 問她會否想一些所謂不等洗的東西 我們怎樣知道那個人是否想自殺 其實問這件事有少許技巧 例如我剛才所說的 問一些不太直接的東西 問她會否想不等洗的東西 到最後我們醫生提議 到最後希望直接問她會否想這件事 如果我們覺得是直接問 是比較有效地 可以找到真的有這個念頭 以及防止真的有發生這件事 大家真是聽哲羅醫生說 救人一命 是否可以直接問朋友 你有沒有想死 是否可以這樣說 死字好像不及吉利似的 不過我說真的 是否可以這樣問她 而問出她可以回答你 還是我們都要避開那個字經 不刻意提了她 你本來沒有這樣想 你提一提她 他會想回 是否應不應該說這個死字 當然 如果你說朋友的角度 就很難說自殺這件事 例如你說 有否想不開 最近怎樣 你會想起一遍 你會想起一遍 轉不了彎 想起做傻事這類的字眼 所謂普通人所說的事 因為普通人所說的事 如果直接說自殺 一般人會覺得比較突厚一些 沒錯 可以問一問她 通常是否有抑鬱病的人 她不會介意告訴你 我真的想過想跳掉 她真的會這樣說出來 如果有自殺傾向時 她會這樣說出來 我想她跟你關係緊密熟 譬如家人和好好的朋友 都會表達到的 當然不是一開始就問她 你是不是想自殺 沒有人會這樣回答 沒錯 要看兩者之間的關係 究竟是朋友之間 和我懷疑有抑鬱病的朋友 她的關係怎樣才能影響 當然有些事情她已經做了 譬如她已經試了 走上天台 或者拍了很多粒安眠藥 或者戒手 直接問她也行 不用懷疑 直接問她 你是否自殺 你是否自己戒手 對 問她 你搞哪一科 為何搞成這樣 你是否真的想在一邊 你真的要和別人聊天才行 是的 原來我們真的要多關心身邊人 如果我們真的被我們看到 遇到一個朋友 他真的看到他近來不開心 說抑鬱這個字 大家看到很明顯 有一個形象在腦裡 那個人可能潮水 睡得不好 我猜也會 樣子很難看 很愚蠢 當時問她如果真的有自殺經驗 我們看到她說 是的 其實我已經買了一包碳在家裡 那怎麼辦 買了一包碳很嚴重 因為燒碳很多時 死亡率都很高 如果真的把這件事出來 就好處理 個人走上天台走來走去 這些就很認真 你這個情況 一定要叫她家人 馬上帶她去看醫生 萬一出錯 走到一邊 就是生死之間 我們做輔導有一個小小的情況 當我們知道案主有自殺傾向 是不讓他離開我們的視線 直至到家人陪他 或者有相熟的朋友 跟他在一起 我才會看著他 我們交代一個這樣的人 即使要帶他去看專科醫生 或者平時要看緊一點 我們為了照片 視頻非常厲害 等待他們 我們去看 我們 有一句 想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